我們小孩 我們小孩放肥就斷在 斷在你懶 你小孩放肥就斷在斷 唉唷 這句話這個 這句話這個 真的有順 我覺得這個大家都要練一次 我希望這句話 可以變成2020的選舉主軸 每個人看到民進黨 念一次給他聽 好不好用 好練習 好用 我說謝榮介 我建議他要不要錄一個視頻 台語小教學 台語小教學 你教會我們現在689萬 之前是689萬投給 蔡英文 教所有689萬人 講會這句話 太好用了 我跟你講一定可以用到年底 只有國際機場嗎 只有陳菊這段話嗎 跨時空打臉何止如此 你記得蔡英文 不要講說打臉陳菊 蔡英文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自己不是在一篇報導裡面 寫說 九二共識是我們台灣 未來跟兩岸的基礎 為什麼我們不能跟大陸 好好的合作有沒有 是不是在陸委會主委的時候講的 所以都著視驚非 這個網路應該Line你有說過吧 許甫 對 這個常常會在傳 學姐你有在 我臉書應該看過100多次有了嗎 太多了 所有的網友都在傳吧 你覺得蔡英文有因此出來說 真不好意思 有嗎 不會 好像沒有 怎麼會 我跟你講 中天再繼續把那些畫面 剛剛自己那些畫面都調出來 你把資料畫面 資料庫都翻出來 剪輯成一個小時 光大陣子包括兩個小時給你撿 全部撥打臉他們的 我也不會任何的拍誰 只會有國民黨 你看魏武銀怎麼來的 我們講白話好了 那個時候就是 馬英九當總統 然後吳敦英當行政院長 然後呢 那時候胡志強說 要搞一個台中歌劇院 而且企劃 劇本都寫得好好的 甚至連營運計畫 未來會有多少的團體進來 然後折舊率 預計20年會回本 然後有哪些團體 全部寫好了 然後後來 不是台中歌劇院就出來了嗎 那時候就有陳菊就開始講 怎麼會這樣 你不能只有你們中部 有那種文化素養 我們高雄也要有 所以我們高雄也要有個歌劇院 那時候吳敦英自己講說 我覺得不好 這歌劇院好像很少人聽 陳菊說那你不是台中有 為什麼沒有 好 馬上給了 就給了 就一句話 為什麼台中有 我們高雄沒有就給了 所以你看民進黨就是著視金飛 我可以再念一次 就叫你叫跟別人 我們小孩放肥子在暖 你們小孩放肥子在暖 現在民進黨的人 就是很想要找韓市長的茶 所以其實下一場雨之後 有沒有人就趕快比對那個照片說 高雄還是有地方就是有淹水 然後高雄你看破那麼大的洞 今天就很多網友在網路上哭手 還把韓國瑜市長的整個頭像 把它放在那個洞上面 就是要用這樣去噎語嘲諷說 你韓市長上任 你還是你看這個 還是路出現了大破洞 網友要這樣子做 這個是網友 我們尊重 但是不要過度就好 會打到自己人 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找出來之後就發現說 這條路剛剛玉琴講的 才剛鋪不到一年的時間 破了一個大洞 請問知道找誰來追究責任 對啊 當時在陳菊主政的時候 然後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韓國瑜市長他上任之後 他是想要積極的來補這些洞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上任之後 他積極的展開陸品專案 他其實修的這個 聽說他修的這個馬路已經有 好像幾百 是不是幾百條 好像我聽說就是有好幾處 就是已經都鋪平了 所以你問高雄市民 他現在高雄市民很有感的 就是說路品的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人都發現 我家門前的道路板 坑坑洞洞的 韓市長上來之後 的確在李四川市長的帶領下 很多的路其實就鋪平了 網友今天要批評也可以 但是你可不可以找出一條說 李四川市長 韓國瑜市長他們上任之後 鋪平的路 因為昨天那場雨 馬上又出現洞了有沒有 沒有 顯然是沒有 然後他是因為一個路段 一個坑洞 然後就把它放大100倍 然後來讓大家創造的印象說 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事實會說話 事實上昨天高雄那一場雨 也有議員吉利說 這個淹水的地方還是照淹 但是你如果把資料調出來看 去年823的時候 高雄積水跟淹水通報 有高達228處 土石流警戒有106條 但是昨天的那一場雨下來 就是積水的地方兩處 一個地方50公分 一個地方20公分 而且很快就消退了 所以你如果把這一個 你截到的土 然後認為說這樣子就可以 趕快戴個帽子說 韓市長都不用心高雄市政 我們高雄沒有改善 我覺得你這樣子只是 滿足你個人帶風向的目的 但有沒有真的帶成風向 其實恐怕也並沒有 因為很快大家就會 把更多的事實資料PO出來 然後你這個帶風向的功率 可能就會破功 就像之前其實那個 對六合夜市的這個議題 今天其實也證明 就當時PO文的這一個人 的確就是亂PO一通 然後大家要他道歉 日期就不對 對 然後大家要他道歉 他還不道歉 他想要創造什麼印象說 你韓市長 剛上任的時候說 六合夜市人潮變多了 沒有 你們那些都是靈業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說法 帶風向的說法真的很遏止 你做錯事情了 現在發現事實不是這樣 我覺得敢做敢當 不要說你又不是公眾人物 所以不道歉 你不是公眾人物 你個人傳達了這樣錯誤的資訊 民進黨政府不是說要打假嗎 假訊息嗎 你現在做的這一些惡意的資訊 你可不可以自己摸著良心說 你當時PO這個 是不是要故意黑函 是不是要創造印象說 六合夜市這個沒有生意變好 來的都是臨時演員 我覺得其實真的 不要用這麼惡意的眼光 來看待韓市長 他現在在做的一些高雄市政 做的好的 你真的該給掌聲 如果真的他有做的 就是利有未待的地方 你要批評 你根據事實 我覺得監督市政大家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說沒有的事情 你硬是要栽贓抹黑或是帶風向 我覺得這樣真的非常不可取 他不知道這蓋幾百條路 但是我可以強調一點 連很偏僻的小路 他的品質都蓋得很好 所以網友自己 居民自己心裡是有感受的 會自己PO在臉書上 只是說所有東西 現在就是韓國瑜做的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在這個總質詢階段當中 自從不是有一個黃信議員 這個一炮打響以後 大家都是你知道 真的呈現出高雄市議員的程度 民進黨的 真的讓我們很嘆為觀止 怎麼會有這麼沒有水準的議員 來質問這種像小學生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就是為了蹭韓 所以現在韓國瑜變成是 喜歡他的人要蹭他 不喜歡他的人更要蹭他 所以整個高雄現在 我是覺得是 大家都有點神經錯亂 你知道嗎 你照理說市長選出來 大家要努力的幫助他 好好把市政做好 這不是最簡單的 先讓我剛剛講的 水是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市政 這個不讓淹水 是最基礎要做的 而且事實上 我還知道一個小小的報掛 你知道他們的工程品質 大家都知道上次那個什麼 路一整條都爆炸的氣泡案 就是因為他們很多是便宜形勢 在那個香韓裡面 把不應該的電線的路 就電信業者的路 跟一般的電線 通通都結合在一個香韓裡面 就是這樣可以節省工程費用 就便宜形勢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我也聽到有個官員講 他說像如果高雄市政府的 這種行政工程驗收人員 如果換到台北市跟新北市 全部都要被開除掉 因為這種都是不可能被驗收通過 可是在高雄因為執政20年 我剛剛說他們很酷勢 就是因為他們 民進黨吃定了高雄人民 他吃定高雄人民 不管你做得多爛的品質 他們都買單 現在就是問題來了 現在換成韓國瑜了 韓國瑜帶領他認真的團隊 在高雄你知道20年的成績 要把它同心一下子翻過來 真的不容易 而且你們大家看到 韓市長才上任幾年 又要努力的去賣農產品 出國三次 預期我們都去對不對 這麼辛苦的全球 就是國際東南亞大陸 在POMO高雄 然後現在市政總質詢的時候 要一樣一樣的要求說 你完全要面臨大家的檢疫 通通要能夠是高水準的要求演出 我是覺得這個也有點離譜 照理說不只是高雄 應該是全台灣人民都要想到 這三年來台灣的經濟這麼的不好 有這麼認真的市長 在幫高雄人做事情 大家要努力支持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大家都是拚命黑他 對 只要是韓國瑜講的就是不行的 中央政府更是卡到 你看人民的所有的要求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大領埠 也一樣 我覺得這些總刮起來 才會造成今天為什麼 韓市長後來決定他要選總統 我覺得還要參選總統 這就是一路下來有連帶關係 因為你在這麼認真 在推的情況之下 還被人家黑成這樣子 而且還不是人家重視 你想想看我的心裡 我當然是覺得說 我能夠跳出這個市政的階層 然後如果能夠國政連接市政 我覺得對高雄人民都是有交代的 其實台灣的人民一定要去想 高雄市民也要去想 怎麼樣才能夠真正幫助 高雄的市民跳脫這樣的一個困境 20年來這麼辛苦的這個日子 不是只有市政 還有經濟的發展 甚至於機場 大領埔的居民 所有 包括小林村都一樣 所有的大家就去看 一路下來怎麼樣能夠翻轉 真正讓高雄市民翻轉 你現在已經看到了 光一個高雄市長 這麼這麼的辛苦被打成這樣子 你是不是要跳脫 大家的思維模式跳脫 然後真正讓我幫助高雄 能夠翻轉過來 是 所以他們都講 韓國瑜的陸屏叫做神話 他的治水就是破功 他明明有做的就說他沒做 明明做的好的 也說他通通都沒做好 他確實在是不斷的 於是不斷的 他真的會做成功 這一輩的 這輩子是不斷的 它真的會做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